印度终于登月成功 月球漫步影像曝光 诶等等 月球上怎么会有三轮车呢 原来这是印度艺术家巴达尔的杰作 而他这么做 就是为了讽刺印度马路 坑坑洼洼的就像月球表面 巴达尔一直密切关注印度道路情况 坚持用艺术的手法表达不满和警醒 不但引来路人为官 他走过的地方路远修得特别快 看来艺术的力量不容小瞧啊 看全球客气 关注科技公园 为了实现充电自由 人类都干了哪些惊天壮举 国外出现多款隔空充电设备 利用电磁共振 在空气中传输电荷 手机 耳机 游戏机等 只要躺在充电范围内 就能静悄悄满血复活 手机反向无线充电 利用电磁感应线圈 为其他设备续航 等车的间隙一倍差的功夫 手机都充满电了 用肉眼可见的快 终结电量焦虑 1月11日iQOO7新机发布 将沿用120瓦超快闪充 更有全感操控功能 未来电竞旗舰 你期待吗 近日汽车圈爆出重磅新闻 长安汽车 华为宁德时代三方宣布 联合打造全新品牌 这下搞什么大事 原来则日性能源在全球竞争越发激烈 咱们的国家队也是时候登场了 长安汽车的研发实力 连续十年蝉联业内龙头 宁德则是中国动力电池的行业标杆 再加上华为的 HI全战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三大中国领军力量 强强联合 剑指特斯拉 不言而喻 要知道 如今的新能源车 已步入智能化和物理化时代 人 车 家的智能生态 正是差异化竞争的关键 据了解 三强联手打造的高端智能汽车 全新品牌 已完成研发工作 即将进入量产阶段 这次 咱们的中国制造 是要在汽车新能源领域 豌豆超车 华为P40系列 拿什么角逐安卓机皇 惊艳的OLED四群满意屏 近乎视觉零黑边 大坦突破想象 超大尺寸5000万主摄 搭配全新电影镜头 能给月亮拍视频 十倍光学潜望变焦 高达100倍的数码变焦 堪称新一代相机怪兽 709905G SOC 面积更小 功耗更低 5G体验 不止快人一副 全新EMY10.1系统 智慧屏 手机 笔记本 都能无缝写接 创新从未直步 华为P40系列来了 你手里的P20还像吗